欢迎大家收看今集《边港边拖》 如果香港人跟你说我回乡旅行 应该十居其九他都在说去日本 今集《边港边拖》的嘉宾是一对夫妇 他们喜欢回家乡决定去到当地移民生活展开新的一篇 我们今集就请到Tiffany和Jolan在这里 Hello 两位大家好 Hello 你们是什么时候决定移民去到日本的呢? 其实我们两个都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我们也很喜欢香港这个地方 其实跟很多香港人一样 很喜欢去日本旅行 来沖繩定居之前 差不多我们每一年都会过来沖繩旅行的 一来这里接近香港 气候又跟香港差不多 又觉得很放鬆很放鬆 所以其实我们一早就觉得 沖繩是一个很理想的退休的地方 直到过去那几年 社会发生了很多那些很荒谬 很令到人沮丧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想 其实不如提早去到实践这个移居沖繩的计划 大概2020年左右 我想开始想这件事情 去到2021年就开始真是去到找这边相关的人去看看 究竟怎样申请可以移居沖繩 开公司啦 跟着就因为那时候还是疫情 直到2022年他真的可以开关给我们这些有签证的人 那我们就立刻冲过来啦 就立刻冲去沖繩啦 但是其实日本有47个都道府院这么多啦 例如东京有可能是大城市有多些商机处处啦 我自己也有朋友在北海道住的时候 为什么会选择沖繩呢?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真的是近香港的 因为我们这边说笑都这样说 就是其实我们回香港 比我们从南部开车去到北部 因为这边有时候会塞车啊 或者开车都比较远 反而回香港更快 因为始终我们也有很多朋友还在香港啊 或者我们的父母我们都还在香港 所以近香港是其中一个考虑来的 第二就是这边的气候啦 相比起譬如北海道啊 或者东京会落雪 这边的气候是真的比较近似香港 我们觉得容易一些适应啦 那又不如问Tiffany 其实喜欢去旅行就一回事啦 但是定居又是另一回事的喔 你觉得目前现在住了大约是两年左右啦 生活来说是怎样呢? 嗯 在这边的生活都是真是很简单的 很chill 很舒服啦 那跟我们预期中都不是说有太大落差 都是跟我们预期中差不多的 特别是赶食啦 在这边呢 那个就是我们就会去一些不同的地方逛街啦 那就发现在这边的生活水平都比较低啦 就是无论你去超级市场啊 买些什么啊 猪牛鸡啊 那都一定是比香港便宜啦 那会觉得在这边 无论是买衣啊 shopping啊 女人最喜欢啦 接着吃啊 住啊 住啊 或者是就算是开车又有钱都便宜很多 香港很多啦 那现在的日圆就叫做水指很低啦 那去旅行去日本就很开心啦 但是 来到日本住啦 那就是赚日圆就去洗日圆的时候 那这样买菜的皮肺其实贵不贵的呢? 其实真的比起香港便宜很多 就是你当是可能是便宜了三分一度啦 那当然买菜呢就不知道为什么是贵很多啦 可能因为原因是 始终沖城这边呢 都是要靠日本本土啊 寄一些新鲜的食材过来 这边又要搭飞机或者温船过来 都不是温船过来 搭飞机啦 搭飞机过来 那就会贵很多啦 那可能跟香港差不多啦 但是总体来说呢 始终在这边都可以吃到一些新鲜的东西啦 那都会觉得是便宜过香港很多的 尤其是家人来对他们最大反应的 其实食材来说呢 譬如猪牛鸡那些啦 他们都会吃回本地的 其实就算本土那边都是的 譬如鹿儿岛他们就会吃回鹿儿岛的肉啦 那沖繩又会吃回沖繩的肉啦 那所以吃回本地的东西 一来支持回本地的商户啦 还有那个成本其实都会低一点的 但是反而菜呢 就大部分都是 本土那边运过来 那要飞机啦 那所以菜就反而会贵过肉啦 比香港是贵一点的 就是会有些 譬如西蘭花那样 可能它说是300日圆一个 很小的西蘭花 那其实我们开始是有点惊讶 这么贵啊 为什么贵过香港那么多呢 我看到刚才 刚才Tiffany手上 就是拿着那个菜都真是很大的 那你刚才说会吃当地的农作物呀 又或者是肉呀 那最近沖繩的牛 最出名的就是石灰牛啦 其实每晚餐餐都可以石灰牛啊 或者和牛啊 那都很开心的啊 是吧 其实都是新鲜食材 又没煮餐餐都是的 但是当你如果在超市看到 整串厚的牛 都是买三百多块的时候 就是很厚很大块的 那你就会很难忍受不买啦 都是希望可以多吃一些本地的新鲜食材 嗯 有没有说一两味比较忍受小菜 或者是已经合起来都懂得煮的了 有什么推介吗? 其实我想说先就是 我是负责煮食的那个来的 哦 OK 就是乘位了 不好意思 哈哈哈哈 如果 譬如那个糊牛啦 其实我们有时会 专专选一些是茶餐厅的来煮的 就是譬如可能 我们会做凉瓜炒牛肉啦 因为这边 这边苦瓜是很有名的 沖繩的苦瓜 有时有些客人来到这边 是专专想买回香港的 那就变成了凉瓜炒牛肉 但是是下糊牛做的啦 哈哈哈哈 嗯 那你们其实 即使去了很多次日本啊 但是其实你们本身又懂不懂得讲日文的呢? 本身呢我是没学过的 就是我过来住之前呢 我是没学过日文的 那Tiffany就好一点啦 她其实在香港也有学过日文的 那说真的我们过来两年之后 现在其实简单是沟通到的 那看是容易听和说啦 因为始终日文它有汉字啦 那看是容易的 那想起当初过来的时候是连电话都不敢听的 那比如看到是银行打电话来的 那宁愿立刻冲下去银行 问一下究竟什么 那么起码拿着电话可以Google Translate 都容易一点明白啦 那现在就真的好一点点是 电话都敢听 尽量听一下 看看听不听得懂他说什么 那都叫做好了一点啦 还有我们现在都一直去上一些日文班 那就是相辅相成啦 又学一下日文 那你平时日常生活又会运用到 这样都好一点啦 过去这段时间呢 你怎样去 我不应该说消磨时间 或者你空闲的时候 又会怎样去享受这个沖繩的生活呢 平时我们最喜欢走的是 其实是一百日文店 因为一百日文店 原来都有很多是日本製的东西来的 就是我们去到看到 哇 这些东西都一百日文? 然后看到买了一样很便宜 然后又是日本製的东西 其实就觉得很满足很开心 还有会尝试去体验一些 那些日本或者沖繩的节日 或者他们的活动 例如沖繩是有斗牛的 他们的斗牛就跟西班牙那些有点不同 西班牙那些就是人对牛 他这里是牛对牛的 而且比赛完之后那只牛是不会死的 而且他比赛完赛啦 赢了那只之后呢 然后那些小朋友啊 他会冲下去 骑上那只牛那里 然后跟那只牛拍照啊 这样基本上是一个亲子活动来的 那都挺有趣的其实 哦 那这个斗牛是有特别的时令才会有啊? 还是是一个 当是牛的联赛那样呢? 它不是联赛来的 它是有特定时候 Tiffany你记不记得是多少月了? 我也不记得上次是多少月 在一个叫做乌鲁玛的市那里呢 它真是一个叫做斗牛之里 就是一个特别的地方来 它就是定期会举行这个斗牛的活动的 那他们定时呢 就会有一些节日啦 就是可能是那个市的节兴活动 那就是给人家免费可以入场啦 那他我不知道是不是联赛啦 但是就是好像每次都会有一个胜利的牛脊 这样可以拉头牛啊? 就是铺一张皮在他的身上 就是会不会好像压他 这次是我们的优胜者啦 那他们整个牛的那些 那些农场可能是那个owner 和那些小朋友就会很开心地 可以上去拉头牛啊 这个很有趣啊 这个这么特别的体验 但是体验生活其实都是一部分啦 但是去找食也是另一部分 也是更加贴身的东西啦 你们在二年去到沖繩 我相信原本在香港是一个打工仔啦 到现在是在沖繩开自己公司的时候 去做老板 你们开一个是租车的生意啦 其实会不会都很贴身啊 要很多时间就是花费所有的心神啊 去放下去这个公司这个业务那里呢? 其实真是很挣扎的 因为我们原本在香港都有一份 有稳定收入的工作啦 那一有假期又可以去旅行 那所有的亲戚朋友又在香港 那过来搞自己的生意 我们又没试过搞生意的其实 那完全是真的 由零开始一个第二的人生啦 那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想啊 有些什么是很适合香港人的呢? 因为始终我们都想保持着 跟香港有一个关系 那由最初我们过来的时候 其实开始是做代购先啦 那去到现在发展到 我们做了租车这样啦 我们都是这样想的 都是想看有些什么是 就是很合适到香港人 我们很想做回这件事啦 那所以我们都 那是为了我们把我们的品牌就叫做初冲啦 冲成个冲啦 我们就希望香港人都有一个共鸣在这里啦 我们自己以前来旅行都知道 其实日本那个租车那个业务呢 其实都已经很蓬勃的了嘛 那我们就要想一些卖点去到看一下 究竟怎样可以突围到啦 始终你香港人始终都是喜欢快靓正这样啦 那譬如快我们点对点去到 做一个交车不同话 那些大公司你又要等出土 跟着去到又要排队去到做手组 那我们点对点就 起码都快一个小时啦 那还要我们广东话沟通这样 那所以整件事就快很多啦 那靓呢其实我们到现在都很坚持呢 在原厂那里去到买那些车回来做租车 因为如果那辆车有什么事 就很影响到客户的行程 那另外正就是 其实很多客户呢去租大公司呢 就很担心一样东西就是 那辆车有没有USB充电 因为电话没有电是世界末日的嘛 那我们就做多一步啦 我们直接放了个无线充电的电话座在那儿 那就最方便的客户啦 有时那些客户去跟我说 这辆车真是很新鲜 很省油喔 或者很喜欢我们四条八的车牌 其实我们都很满足 很开心啦 那目前的车队有多少架车呢 暂时我们现在就有九架车啦 因为始终我们都是只有两个人 其实主要是我啦 主要是我去做啦 其实太多车真的很难管理 那我想问呢 其实目前开了一年两年 其实有没有一些很独特的经历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说真的最开心呢 就真的是去到服务香港人啦 就是譬如由他们问我们 啊什么时间什么时间想租车 想我们给个报价去 跟着开始谈他们那个时间来 有些什么可以做 有些什么餐厅正啊 那去到真的见面了 他们过来就好像见到个朋友 那他们又会问一下 喂你们这边的生活怎么样啊 你们为什么会选择来充城啊 你怎么可以做到的 觉得过来日本生活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啦 那同时我们又问回去 喂香港那边怎么样啊 或者有些客人呢 其实是英国的澳洲的过来 那又会问一下 英国澳洲那边现在怎么样啊 就好像见到一个朋友那样 有不止一次有客人是说 其实他已经订了一些大公司 就专专去取消了设计 因为为了支持我们 跟着跟我们说 叫我们加油啊 那这些东西是很感动的 那我记得有一次很深刻的 就是有个客人他有交通意外 有个旅游放在后面追尾 那幸好人就没事了 那你看到其实后面是烂了的 那我记得那次是晚上大约7点多 饭都没吃的 那他们告诉我 有个车被人追尾啊 那这样 已经有附近有人帮他们报警了 这边的人看到发生这些事 有些是有客人都很好 报了警 通知了保险公司 但是我都过去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到手 或者看看客户的情况是怎么样 他们始终他们不懂日文 那见到我他们的心已经定了很多了 那不停跟我说 好处你在这里 好处你在这里 就这样了 那都很快 因为始终保险公司 会办理所有的事情 那其实没什么问题的 那去到第二天 我给了一辆替代车 他们去用 那他们就说 想请我吃饭 那我当时是推了 因为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 那但是其实我内心里面 是很开心很满足 就是他们很appreciate 这件事之后 都令到 我们有少少少的使命感 就是觉得 首先他们过来旅游 租到一辆车 那辆车很满意的时候很开心 和也都想给到一个很安心的感觉 那就多了少少使命感 这个代客之道真是很不得了 就是去想多一层 甚至是令到游客有分至于归 你刚才有说到 有旅客 其实是由英国 甚至是澳洲去到沖繩 特地去支持你们 那些是不是都是香港人来的呢 大部分是 大部分都是香港人来的 澳洲有些都是这一两年过去 那可能回香港探亲 那顺便过来沖繩玩 或者去东京那边玩 搭单去沖繩 那样大部分都是香港人 那所以那个围炉的那个感觉呢 是很重的 就是其实大家那个背景都差不多的 都是离开了香港 去了其他地方生活 那所以其实有时候 可能见到面子之后 都算不断 说了很多 那些去了其他地方的难处啊 怎样适应啊 都聊天聊很久的 嗯 好啊 我们这一节呢 就先聊到这么多 我们稍后还有其他的环节 绿豆仔提提你 想收到绿豆的最新资讯 记得like 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分享我们的影片 We are Hong Kong We are Hong Kong We are Hong Kong 这么大个姐踢这么久 是没试过给成七百人 不停在那里加油Kong 第一场踢下去 我的感受很深 是我没想过香港 都没有这样待遇的时候 来到英国 哇 富富可求 老实说 踢了这么多连球 你不会那么容易放下足球 还有 放不下 那些东西 所以其实如果有点冷 住在球 反而我自己的人 会有机会 可以放松一下 到今年我们突然间多人认识了 感恩突然之间 有对香港球队 被一个结束总体系 FA体系的东西 接纳了 突然之间 一万多几万元 有什么事 Konger 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信念和理念 只要大家很认真 很开心 正面去做一件事 那件事就做得好 全球大约有百百多种珊瑚 沖繩周边海域 就孕育了大约二百种 由于海水能见度极高 每年都吸引超过二百多万人次来到 亲身感受这片美丽海 在沖繩潜水 可以看到被热带雨围绕的珊瑚礁 悠然智德的鬼腹虹 有些潜水点会看到万活的海龟 甚至迁徙中的座头旗 如果你没有潜水执照 可以选择体验潜水 只要找当地教练陪同 就可以在较浅的水域 欣赏海底世界 以下介绍几个 适合新手浮潜的潜水点 沖繩本岛的青枝洞窟 又叫南洞 是天然石灰岩的断崖 宫古岛边的八重干奶珊瑚礁 是日本最大的珊瑚礁群之一 慶良间群岛的阿波连海滩 是个看海龟的好地方 每年六月到十月 沖繩的海水平均温度高于25度 潜水就最舒服了 你准备好去沖繩潜水未? 是呀 上一節找了Tiffany和Jolan 聊聊聊他們在沖繩開生意的一些點滴 來到第二節 不如說說沖繩有什麽好玩 最重要是找在地的香港人 和我們介紹一下 假設我在你們公司 我租了一輛車 又假設我是玩五天四夜那樣 兩位有什麽推介給我呢? 首先我想先說一說 很多人覺得有一個誤解 覺得夏天來沖繩就適合了 其實我覺得一年四季來沖繩都很適合的 例如春天的時候有海鹽製煙花 其實剛剛上兩個星期才做完 其實很多網友很多朋友都分享了 海鹽製的煙花很漂亮 那再早一點就有櫻花 另外可以玩Sip Line 或者ATV那些月夜電單車 那去到夏天的時候 當然是水上活動 玩那些獨木舟啊浮潛那些東西 那去到秋天的時候 其實那個天氣還適宜下水的 所以水上活動可以照樣玩 另外就是其實秋天的天氣 其實會比夏天更好些 沒有打風啦 藍天白雲啦 其實所有景更漂亮些 又可以去Camping 你看到這裡就是 但是他們會有些類似屋台那些很多東西吃啊 或者那些撈金魚那些呢 日本很流行啊 很多東西玩 其實日本或者沖繩那些夜紛紛的活動 是真的紛紛的 是很好吃 那些小朋友是很開心 很棒的 他們一定有分一些小朋友的活動的corner 讓他們自己可能去釣一下金魚啊 日本傳統的東西啊 射一下箭啊這樣 吃東西就一定是有回當地 可能本身一些小店 他們就會租了一些food truck 去到一個指定的地點 這樣可以去吃不同的東西 那當然會有一些音樂啊 熱熱鬧鬧這樣去發生 整件事 各區都有夜紛紛的 尤其是秋天的話 是啊是啊 大部分都有的 他們一公佈說 什麼時候有這樣的制電呢 我們都會在我們自己的Facebook那裡 提醒一下那些人 什麼時候有這些活動 他們通常就 一個禮拜或者三四天這樣 就盡早通知 剛好你在沖繩就可以去 去試一下體驗這些這樣的祭典 那去到冬天的時候 當然就是觀慶啦 很震撼啦 或者是美國村 他們會有一些聖誕的裝飾 在Halloween的時候 然後也會有很多人去 扮鬼扮玩 去到慶祝Halloween 這樣 那所以一年四季都很適合的 有一間 我很推介的就是Round One 它其實就是一些綜合的活動的地方來的 它裡面有機店 或者有整層的日本好興夾公仔那些 那上面又有保齡球啊 卡拉OK啊 或者有些踢球打棒球 很多東西玩的 那其實很多時候這邊打風呢 Round One就爆了 所有人就都去那裡玩的 因為那裡可以玩到整天的 那另外水族館啦 有個叫DMM水族館呢 其實這幾年才新開的 那除了明湖有一個開了很多年的 好像海洋公園那樣的海洋博水族館之外 DMM這個呢 雖然它是小過明湖那個小小 但是它多一些新的東西 例如它有些爬蟲類的東西看啦 或者它裡面有樹懶啦 它可以給那些小朋友呢 直接去餵那些樹懶啦 還有它有一個位置是 你可以摸一些魚的 你直接可以伸手下去摸一下 究竟摸一條魚是什麼感覺啊 那我覺得都挺特別的 那當然不少得去年開了Team Lab 那Team Lab在本島大阪啊 福光那邊很出名啦 你有很多很高科技的東西 你可以和那些裝置去到互動 那些小朋友也是很開心啊 那如果你說一和朋友過來的時候 那可以去做一些DIY的那些玻璃 自己吹那個玻璃啊 選擇那些顏色啊 還有去Camping啊 去海灘那裡放煙花啊 我想可能是比較多旅遊書 或者是旅遊網站都要介紹 去沖繩要去這裡那裡去玩 那樣的 你們兩個去過沖繩這麼多次 甚至現在在沖繩那裡住了兩年左右了 有什麼私心推介可以給大家的呢 其實呢 很多人都知道啦 來沖繩呢 吃亞古豬和石活牛 是必定的指定動作來的啦 我反而我想 另外我再推介呢 就是牛遊蕭魚 他呢 是的 這個就是 他呢 通常是用一條 好像大條一點的紅衫魚啦 但是他講不到是哪一條魚 因為 他通常就看一下 那天那天那些船家出去有什麼魚鑊 他就用那些魚去做這個牛油燒魚 那拿些牛油 拿些蒜蓉去煎那條魚 是很香 很好吃的 我們都有在我們Facebook和IG那裡 然後呢去到推介一些我們覺得很棒的餐廳 也都是少些人知道的 例如是有一間是吃茶漬飯的 他整間是很文青的 適合打卡的東西又很好吃 那另外有一間就是吃Pancake的啦 也都是比較少些外國遊客會去的 那不用經常去那間 排長龍那間Pancake 你們兩個目前怎樣去感受啊 或者是去形容你們在沖繩那種的生活 是不是真的很慢活的呢?Diffany 是的 其實始終離開了香港 那個人沒有那麼緊張 來到這裡就會很多東西都放慢了那個速度 就會覺得可以去多些時候去感受一下 就是我們真的所說的就是感受生活啦 因為我們特別是 好像跟家人那樣啦 多了時間呢就是跟家人溝通啊 跟家人一起啊 去去不同地方那裡玩啊 始終我們沖繩來香港又那麼近啦 那會慢慢覺得是想去感受多些人同事啦 就是可以繼續到處去玩啊 又保持著那個很慢活很輕鬆的那個生活 那它又保持著那個工作啦 怎樣可以保持著那份熱情在那裡做 那就好了 這樣繼續在日本生活下去 我們有時間見好天 我們就開車到處去看一下 那有些是我們真的沒有去過啦 有些是你無論去多少次都會覺得很棒的 就是例如古語尼島 無論什麼天氣 你去到那裡你看到那個海都是 好像綠寶石那樣的顏色 就是事情是很夢幻 就是你好像進了結界那裡那樣的 每一次看到這些美景 或者去到一個我們覺得很舒服的餐廳 吃了一些很好吃的東西 我們就很感恩我們過了來沖繩這邊的生活 或者可能那種我辛苦工作完之後 我覺得這個reward是很棒的這樣的感覺 是 都是 那我們今節就聊到這麼多 我們稍後回來還有第三節的華人時間 我來了八個月左右 現在是住在吃飯 然後四點起床 五點來做飯 很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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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次 很緊張 很緊張 明白 好緊張 Elon You are the show Elon Welcome to UK Lolo Gangco神童愛你 Gang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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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最後一節的邊講邊偷 剛才 最上兩節都和大家聊了很多 有時候沖繩有什麼好玩的東西 或者有什麼獨特的文化 其實兩位在沖繩住了兩年 有沒有很深切感受到 沖繩它獨特的文化之於日本的本土呢? 其實沖繩人是比較隨性 和開放一點的 這個也是我們其中一個 為什麼考慮去移居沖繩的原因之一 同時間呢 他們也都有日本人那種 很有禮貌的那種美德 沖繩那些人 chill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他們有一件事叫做不定休日 譬如說他們定了每個逢星期三 他們是休息的 但是他們有時候會無端端 明明那天是他說沒有休息的 他無端端那天是休息的 因為他說那天他好天 他就關了一間店 他去滑浪啊去潛水 他就不開工 就是chill到這樣的 他們覺得人生是不僅僅得開工的 他們覺得很多其他的事情去到體驗 去到enjoy他們的life 是比起他們去賺錢是重要的 有些人簡直覺得他們很懶 他們有禮貌的程度 譬如你開車你想切線打燈 基本上他們都盡量都會讓你的 很少是會篤油的 就是你在香港 你就算去到外國 你不敢打燈 是因為你記得打燈對面 欠幾個車位都篤油這樣衝過來 他們是完全沒有這件事發生的 那試過了 Tiffany試過 綠燈不為意 我沒有為意前面 原來轉彎轉了綠燈 我沒有為意 然後突然間看回 轉了黃燈和紅燈 沒有人搏過我的 好像沒有事發生 但是後面有車 所以我已經過了 那個時間 大家chill了那個時間 他就沒事 就是無效 很安靜仍然 所以在這裏開車都很開心 很放鬆的感覺 對於我們這些新牌子來說 就很開心 你本身是在香港 你其實已經懂得開車 還是你是去到日本才去學車 我去到日本 我不懂得開車的 因為本身都不是對這件事特別有興趣 我來到日本之後 我就真的去了 本島 就是九州那邊 那個長期那裏 一個月做了一個月的特份 整個月就在那裏 好像一個密集式那樣上了一個月課 然後畢業就拿那個牌這樣 不畢業就不能回來這樣 哇 就是長期 在長期那裡去學車 是的 長期在長期那裏 是啊 學車這樣 因為那邊他有講 就是有講回用中文可以去上課 那樣 在那邊就可以很快的一個 intensive course 過了去 還有我們要考上不時 一百條有九十條合格才可以畢業 這樣 都挺好的那個experience 就是好像 對 又是那個第二人生的東西 就是衝破了我這個開車的障礙 那就很開心就可以成功效到那個車牌 在沖繩 其實多不多香港人 有沒有香港人的社群 是在沖繩那裏居住的 其實沖繩的香港人真的不是太多的 大部分大家都認識的 那可能有一個新的香港人來到 那他可能去一間香港人開的餐廳 或者去和我們踢球的時候 就會加入那些群組 這樣就談 所以大部分的香港人都認識的 那很多時候譬如有香港人說 我下個禮拜回香港 大家有沒有些什麼要在香港帶回來 例如有些調味料 罐頭 蛋卷 或者公仔麵 這樣 很多時候就靠這些朋友回香港 就帶回來 那你見到這些相片 其實我們過時過節 比如中秋節 或者過年那些 我們都會約一幫香港人出來 吃頓飯 圍一下爐這樣 但是也很重要 就是有自己同聲同氣 就是講同一個語言的人一起 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的支持 剛才呢 你都特別講到有足球隊 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們綠豆的 都知道曼城有一隊 就是Konger 那你們那個在沖繩的足球隊 夠不夠11個人呢? 就是是不是可以組到一隊 其實這樣的在沖繩住的香港人呢 男性是比較多活動的 例如我們會約一起去出海釣魚 或者我們會約一起去玩玩玩遊戲 那足球呢 是其中一樣 我們差不多每個星期 至少都會約一起踢一兩次球 所以在去年呢 我們就成立了一隊香港人的足球隊 那我們叫自己做Hitari Talky 那其實很業餘的 我們都是參加一下一些業餘的比賽 雖然很幸運 我們曾經都在這邊拿過一些業餘的亞軍 但是真的不敢說我們踢得很厲害 這樣一來比起英國那隊當然沒有得比 其實 不過當然了如果有機會 我們都很想跟他們切錯一下 哈哈哈哈 做一場州制賽這樣 哈哈哈 你們有沒有已經說 是跟當地的人已經做到朋友 如果你說到這件事情呢 其實最容易的就是 速球是一個共通語言來的 我們每個星期踢球 我們都會跟日本人踢球 就算語言上面是有障礙都好 我們始終不是所有人都懂得說日文 但是踢球的時候大家都享受的 那Tiffany呢 你在這裏跟當地的日本人的相處 溝通又是怎樣的呢 在這裏呢 其實我們就沒有說有一些活動 是跟日本人溝通相處到 反而我去學日文的那些老師 他們就真的對我們是很好的 就是因為我們是去了那些 好像工聯會那些群組那裏 去上課的 那些有很多不同的 來自世界各地 就是有外國人啊 美國人啊 就是什麼人都有的 那些老師就會很高興地說回 去教導我們日文之餘 他都會說回 想去認識我們香港人那個文化 我們平時為什麼來這裡啊 又或者想知道我們平時做些什麼 在那裏我們從中會跟他們 溝通多一些 雖然你說 懂不懂日文是不是很重要 不懂日文其實是不死的 但是當然你懂得日文 那個待遇會有少許分別的 有時候有些人他們會覺得 日本人就不太喜歡外國人啦 其實我們自己的體驗是 其實他們是很擔心他們不會跟你溝通的 因為他們自己可能不懂外語啊 或者英文不是那麼好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都盡量 都盡量說幾多句都盡量跟他們說日文 等到他們覺得跟我們相處都舒服的時候 其實日本人其實都不太介意跟其他外國人去相處這樣 但是我想說其實沖繩的文化或者他們的認知 都會跟我們香港人都有一些相似的 例如我們會拜祭祖先 接著會有清明節 他在這裡都會有一些清明節的活動 就是全部人會去到墳前 接著好像開派對這樣 去跟先人那裡拜 就是去探望他們這樣 所以他們對一些中國 或者我們香港人的節日 他們不會覺得很陌生的 當你跟他們說那時候 他們原來都是這樣的 會有些相似的地方 嗯 今集《邊講邊talk》就來到這裡 很開心就請到Tiffany和Jolan 分享他們在沖繩的生活和沖繩的文化 我們下集邊講邊talk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 拜拜